公開說明了募款的流向 稍不及了 其實這五年來他們的募款都不常針對個案 但是現在為了顧及社會的觀感 上週發行人親自向社會及立委高金訴媒道歉 還承諾要捐出兩百萬元給阿嬤 不過談到同仁所付出的新力 現在卻被誤解說是在消費阿嬤 這也讓上週的總編輯在今天一度哽咽 更新興地被誤會的痛其實是對於普遍不捨 還願做了許多事情但是現在被誤解 不捨從人被誤解 上週總編紅了眼眶被批消費水蜜桃阿嬤 上週發行人也親自向立委高金訴媒及社會道歉 同時承諾要捐兩百萬給水蜜桃阿嬤 社會的觀感上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向社會也做一個道歉 我也要向高金訴媒委員說感謝 而且向他道歉 想我們會把這兩百萬捐給另外基金會 請吳老師來代替我們照顧 阿嬤的寫子 這樣的方法 我會看 盡可能 嗯 我們 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